这也要去与达尼利都的发球质量 移动中的机球稳定性还是并不是很高 连逆度的发球质量确实还是保持的不错 第二发球 差一点 球砸到碗带之后掉在了线上 果然他自己心里过不去 还是没有把这个球发过去 双五 还好这次双五不是出现在最关键的时刻 30比15依然在领线 现在他已经有6个双五了 30比30 现在比分比赛来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 这一分很关键 如果达尼利都丢掉这一分 他将面临第一盘的盘点 当然不得今天在接发球的 阵守的接发球位置处理球都不是很恰大 失误非常多 好吧 虽然大尼利都猜对了这个达尔伯特的回球方向 但是他还是没有处理好这个快速的平抽球 对于担任力度来说 首先要解决好一发的成功率 否则二发对它压力就太大了 正守卫 担任力度再次出现正守卫的失误 这样 担任力度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我们看看担任力度能否顶住压力 把球擦完 一发不见 看看这个二发 果然再次双五结束了第一盘的比赛 第一盘确实弹尼利度这种双五的表现是太多了 而且在关键的盘末点又是发出了双五 我们也看到这个弹尼利度狠狠地将球盘摔在地上 弹波特用时42分钟 7比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